2020年年初,在疫情冲击下,演员居家,剧组停工,戏剧行业被迫按下暂停键 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多地剧场重启,戏剧行业陆续复工 李春风是北京一家戏剧公司的负责人 公司原计划在今年2月推出一档话剧全国巡演 却因疫情搁置,回想起半年多里经历的困难,他历历在目 包括当时演员没有办法进行现场的面试,有些人也没有返经 甚至我们第一次做公开张目的时候,很多演员接到通知之后还是拉着行李箱第一次返经 有些人还不能及时地回到北京之后,就通过电话或者是视频的进行面试 我们在排练期间刚好又遇到了6月份,北京市第二次的疫情的返捕 原计划排练完之后,在北京还要进行一个为期甚至三天到四天的合成 然后这个时间调整到在第一站就是杭州剧院进行合成 李春风坦言,半年多来,不少同行纷纷离开戏剧圈,转投保险、销售等行业 但他却坚信,戏剧行业一定能挺过来 于是他鼓励同事,利用这段时间研究剧本,展开线上创作 今年7月,李春风公司推迟了近半年的话剧全国巡演终于提上日程 一直没有做这个裁员或者降薪这个准备这个考虑 能够确保人才不流失,并且也做了各种这种充分的复工的准备 首先还是从这个整个的团队上,比如说剧组能够离境之前做一些合同检测 然后甚至能够离境之后做一些隔离 并且在剧组能够每周定期的做一些检测,然后证明 随时剧组也会被一些紧急的这种医疗物资的这种需要,比如说一些这种消毒水啊,口罩啊 7月21号,话剧《飞越风人院》在浙江杭州开启2020年全国巡演的首战演出 对于该剧的导演童馨宇来说,时隔半年,重回话剧舞台的瞬间,让他难以忘怀 演出结束之后谢幕,能看到楼上空了很多座位坐了一些人,楼下空了很多座位坐了一些人 但是那个视角因为已经太久没有看到过了,没有站在那个位置去看这些人 所以那个时刻其实是很动人的 当被问及巡演之路,童馨宇透露,于以往一到当地就开始熟悉场地组织排练不同 这次的巡演,他们每到一个新城市都会选择先在酒店进行自我隔离 所以再见到演员的时候发现就每个人好像都胖了一圈 是跟排练的时候都不一样,出不去,就天天点外卖 然后就在屋里关着,然后我们经常组织线上对本子,然后就都胖了一看 疫情期间,戏剧人利用互联网展开多种尝试 但在童馨宇看来,自己更希望在表现形式上尝试更多可能性 于是他和伙伴成立了一个即兴喜剧教室 希望以即兴演出的方式带给观众新的体验 比如说线上戏剧,剧本朗读等等 但是我自己觉得都不是能够根本地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才是为什么我想到即兴来试试看这条路 它是一个能够帮助演员去产生内容创作快乐的一个途径